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在这样一个夜色渐浓的夏天的夜晚 我有与你相遇在十点读书里了 我是林静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题目是 蒋碧薇 女人的爱情容不下一粒沙 作者是多小胖 下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 有人说爱情里最美不过初见 剩下的不过是磕磕绊绊的慌乱 和九处生殿的疲惫 时而增添的烦忧 更像是现实带来的伤痛 让人躲善不及 有时这样的伤会随时间结了吧 掩盖住不堪的回忆 有时这样的伤却一遍遍撕扯出碎片 明明温软如水 外人看来却总是带着灵力 离婚后很多年 蒋碧薇将徐碑红化的琴刻 一直悬挂在卧室的墙上 画中那个婀娜典雅的女子 侧影斜队 眉眼低垂 让她总想拂去微尘 透过旧时光的美好 暗戳戳指向那一场亏欠的爱情 是如何将自己拖入 毫无退路的境地 月夜深重蒋碧薇是否也在幻灭的爱情里 试图用曾经的画像 温暖过自己 黯然 落寞的心 爱情从来不缺勇敢 1917年 18岁的蒋唐真在家中 又一次遇到了这位频频造访的男子 她与蒋碧薇的伯父和姐夫 在同一所师范学校里教书 为人工签 才情出现 深得蒋家父母赏识 也很快得到了少女的崇拜与爱慕 而徐悲鸿每次看似不经意的到访 有多少是因为对蒋唐真的倾慕 不得而知 唯一可知的是 早已有婚约再生的蒋唐真 怀抱着热烈浪漫的决心 用一封信与18年来的生活彻底告别 毅然追随一中人 远走他乡 年轻的蒋唐真 从未想过 一场声势浩大的私奔 也让她一生的情节就此开启 父母为了掩盖家族的耻辱 以病故为由 给了女儿最体面的结局 而蒋唐真 也早已不是名门望族的小姐 她每每看着徐悲鸿手上 戴的那枚水晶戒指 都会感到莫名的幸福 光滑璀璨中 卷刻着必微二字 那是徐悲鸿给她取的新名字 而另一只戒指 刻着悲鸿 这样的眷恋和痴缠 让她无时无刻不再提醒自己 即便抛弃一切 也是足够幸福的吧 在日本简陋的旅馆里 他们清贫却无限甜蜜 在法国留学时 虽然粗力的生活 时常让人感到无望 但徐悲鸿也会因为心疼蒋碧薇 将自己画画变卖的一千元 卖来她心仪已久的封衣 爱情从不却勇敢 它让你以为打破了生活的枷锁 奔向了遇见的幸福 殊不知所有美好的背后 也暗藏着现实的玄机 1927年两人回国 十年漂泊相守 终于再遇归来 故人如初情深不负 归国后 徐悲鸿任命为 中央艺术大学教授 彩华横溢的她正当盛年 整日醉心于艺术之中 根本无暇顾及枕边人的冷暖 寂寥的日子里 讲必微善社交 徐悲鸿却喜安静 生命却起 富足安乐的生活 并没有将两个人的心 越拧越紧 反倒越扯越远 世间的爱情 大都经历了 沾墨挥笔的爱意绵绵 却又在岁月流转中 湿了颜色 停了笔触 山寒水兽 只留下无尽的清冷和空白 1930年 徐悲鸿爱上了女学生孙多慈 果真 让爱情消亡的不是三观 而是另一个女人的出现 徐悲鸿为了表示 对孙多慈的喜爱 用红豆做底 黄金香鞭 刻上她的名字 正如多年前 她刻的必微二字 现实多么讽刺 你以为的刻骨铭心 不过是他人拿来做信物的伎俩 情深义重 竟然让半生的痴恋 成了一场世人的笑话 讲必为内心的痛 早已将她击溃 她让人拔了 孙多慈送给家里的树苗 甚至让她失去了 出国留学的名额 里里外外的一番争斗 让徐悲鸿彻底翻了脸 路不可遏的 她登报 向世人 告世要断绝 与蒋碧薇八年的同居关系 聊聊数语 将曾经的温柔浅全 死得粉碎 原来爱情不过就在朝夕间 记忆中的眼波流转 转眼就成了争鸣相对 女人的爱情容不下伊丽莎 曾经的大家闺秀 如今成了人人嘲讽的泼妇 蒋碧薇的骄傲和自尊 连同这封告示意气全部埋葬在了过去 她将她封装进玻璃筐里 摆放在书架上 命为碧薇座右鸣 这一次蒋碧薇真的伤了心 从红颜到知己 再从知己到仇人 爱情总是让人唏嘘不已 而彼时蒋碧薇的身边 却一直有一位亲目者 她就是时任国民政府要官的张道帆 两人的相识要从留学时说起 在巴黎期间 张道帆与徐碧红曾成立过留学生会 两人以兄弟相称 而年轻漂亮的蒋碧薇 给张道帆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奈何家偶天成的一对敌人 丝毫容不得他人的爱慕之心 十年的光阴 让一段未了情 似乎迎来了转机 蒋碧薇生活的不如意 张道帆都看在眼里 也记在了心里 眼看婚姻将往 徐碧红也早已离家 前往长沙去找孙多慈 寻求孙家的准许 而此时的南京城 正在经历日军的轰炸 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的蒋碧薇 面对无助和恐惧 开始与张道帆频频通信 笔墨绘成的文字 凝结了所有的委屈 孤单和伤感的气息 张道帆则用炽热的爱意 不断安抚着 蒋碧薇受伤的心 殊不知此后在一起的二十年里 两人的情书竟多达两千多封 那些字里行间 溢出来的浓情蜜意 不只是当时的真情裸露 还是竭尽全力的 倾诉内心的渴望与激情 似乎都有迹可寻 在一次全程警报拉响之前 张道帆利用自己的关系 将母子三人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蒋碧薇开始真正 接受了这个男人 也就在徐碧薇 登报极力撇清同他的关系时 蒋碧薇当即决定 和张道帆住在一起 此后多年 有人总为他和张道帆的恋情 而不迟 可是恐怕连蒋碧薇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走错了哪一步 面对背叛和依赖 取舍之间 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本以为能顺利迎娶学生的 徐碧薇在孙多慈父母的 坚持干涉下 这场失声恋 也走到了尽头 万念聚会的徐碧薇 出国几年后 重新来到了蒋碧薇的身边 寻求一丝复合的机会 而蒋碧薇却淡淡地说道 倘若你以他决裂 家门随时敞开 若只是因人家抛弃你 结婚了你回来 那我绝不接受 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怎么走 都回不到原来的路 这个道理 徐碧薇懂 所以他兴兴地离开了 这个道理蒋碧薇也懂 年月见久地依靠 总为己出狱时那般 动人心魄 当复合仪式被张道帆知晓后 他提议蒋碧薇离婚 再同他公开结婚 原本性格强硬的蒋碧薇 却未同意他的建议 反而选择继续做他的情妇 当你把想要的生活握在手里时 便有了不争不恼的心 到最后才会明白 在爱情里别为了伊丽莎 而忘记自己 恨之入骨 才是爱的走心 1944年 兜兜转转的徐碧薇冯 决定于廖靖文结婚 这一次徐碧薇又登报示众 称自己和蒋碧薇 早已结出了同居关系 蒋碧薇玩而一笑 两次登报 一次求和 让他在旧爱薪酬里 断不了执念和恨意 这一次他决定索要 一百万元 古画四十幅 徐碧薇的作品一百幅 并且他的收入 每月要分一半做抚养费 也正是这次狮子大张口 让蒋碧薇成为日后被人诟病的一大罪状 诗人的刻薄在于 他们不允许用精明去化解背叛 反倒叫嚣着失了智慧 究竟是贪得无厌 还是恨意难平 或许只有蒋碧薇自己才知道 面对这份不公正的离婚协议 徐碧薇冯却坦然接受了 甚至在离婚前 将蒋碧薇最爱的秦克赠予他 此后他夜以继日地画画 因为喜欢站着作画 没过多久便病倒了 他似乎想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毕竟一个女人愿意陪他熬过苦难 放弃一切至死不渝地追随 到头来一场奔赴 却要独自隐恨 徐碧薇冯心里总是有一丝愧疚的 后来蒋碧薇张道帆去了台湾 无名无分的他 被张道帆的妻子一纸诉状 告到了蒋介石管底 试图受损的迹象就像一道绳索 紧紧勒住了张道帆 也让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戛然而至 曾经那句等你到六十岁时 和他离婚来取你的誓言 早已退去了真诚和浪漫 剩下的只有毫不相干的决绝 蒋碧薇实相地离开了张道帆的公馆 并坚定地说道 基于种种原因 我决定促成他的家庭团圆 我想 此时的蒋碧薇一定常常舒立一口气 哪怕生活拿到竟是不如意的底牌 愿意把牌亮出来的人 才可能真的放下一切 1953年身体每况愈下的徐悲鸿去世 1968年张道帆在台湾去世 慕年的蒋碧薇将他们写进了五十万字的回忆录中 上篇为《我于悲鸿》 下篇为《我于道帆》 在《我于悲鸿》中 蒋碧薇满腹怨言和仇视 用一句一看错满盘书的愤慨 将徐悲鸿艺术的一生牢牢铭记在了一次出轨上 而在《我于道帆》中 他却倾尽所有异美之词 盛赞张道帆的温柔体贴和风度翩翩 然而直断清长的背后 他邮寄起徐悲鸿直到去世前 手上还戴着那块留学时一起买的怀表 竟感到无限伤感 而病榻前的张道帆早已记不起他的模样 他却表现得异常淡然 果真让你付出最多的那个人才是一生至爱 往后余生爱过你的人皆是过客 人生陆路从你心上走过一遭 哪怕后来把爱酿成苦楚 也是一直离你心最近的那个人 深爱过此后再多的温柔眷恋 也只是雇了自己或周全 而在心里最私密的地方 恨着的人 又能懂他几分吃爱 1978年12月16日 蒋碧薇病逝于台北 享年80岁 2010年徐悲鸿画的蒋碧薇女士 在拍卖会上卖出了 7,280万元的天价 创徐悲鸿画作的新高 倘若蒋碧薇知晓 心中的遗憾和仇恨 是否又能消解半分 这位一生一两大情是为世人所知的民国女子 在光阴散落的满眼飞红中 让人们记住了她的勇敢 也想起了她的强悍 进退和隐忍似乎向来和她无关 有人叹息她太过用力 有人嘲笑她一生无名 殊不知从私奔那一刻起 她便把爱情视为今生所以 年轻时不计后果 中年时贪恋温暖 暮年时孤寂终老 不拿选择定义自己的人生 这份果敢和精彩 并不是每一个女子都能做到 女人的体面 别成全了他人 而伤了自己 既然容不下一粒沙 不妨就按自己喜欢的方式 去爱 去生活 只要忠于自我 就是对此生最大的回报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祝各位每晚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